给大家录个播评 现在的温度有18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张家界的天气预报情况 昨天是整个三月唯一一个晴天 后天是第二个晴天 所以说后面几天来的朋友非常有引福 因为晴天的时候才能够欣赏到这三千起风 我们一直在张家界观光 或者说一直有关注过张家界旅游直播的朋友 那么你们一定会发现 张家界下过雨的天气 就是烟雾缭绕 特别是上到山顶 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景色 像这样的景色 它出现于什么情况 首先得排除没有下雨的天气 第二阴天可以 但是它只要不下雨 如果是出太阳天 那么自然景观也能够 就是欣赏到给你们 嗓子就是这几天都有点不舒服 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话不是很好 大家见谅一下 咋路 这是在下方 视频下方 就是有一个三个小点 你点击一下 就有一个路屏的小功能 现在穿什么 现在都使勒穿两件 搭配一个外套 如果怕冷的朋友 可以搭配一个轻薄的羽绒服 如果不怕冷的朋友 就是可以穿一个春秋的外套即可 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庄家界的时候 就是可以尽情的游玩 如果你们有对庄家界旅游 就是不太懂得问题的朋友 把你们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我来给你们一一的解答 就好比28号来的这位朋友 天蓝蓝水蓝蓝这位朋友 就是28号 这是来到我们庄家界 你已经做好旅游攻略了吗 知道就是这个季节该去哪里 以及晴天该去哪 下雨天该去哪里吗 如果你们都在直播间有3月份 或者说4月份要来的朋友 那么把你们的问题 就是留在这里 给你们解答一下 看看有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 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 3月份 4月份过来 该准备一些什么物品 如果有的话 在直播间抠播一 在这里呢 就是新来的朋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呢 是我们的后花园 后花园啊 在这里呢 欣赏到的 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欣赏角度 置身于风铃之上 主播天流的太多了 镜头下雨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的 来 想要录屏的朋友呢 来录个屏吧 喜欢录屏呢 咱们把屏给录一录啊 咱们都录好了吧 录屏的时间呢 不要耽误太久 太久的时间呢 就可以大家 就是不知道 后面来的朋友 不知道这里在干什么 杀刀后 就是看到也就是这样吧 杀刀沟走上来 不知道见不见意 4月16号啊 4月16号的话 还能够错开旅渡高峰期啊 今天吓了我一跳 昨天我进森林公园 乘坐这个环保车 都不需要排队 然后呢 如果就是 像今天我走进这个森林公园的时候 我的天哪 这开始就不开始要排队了 这个人流突然就增长了 4月份去 带小孩应该如何安排行程呢 张家界最合适的游玩时间呢 是4到5天 因为4到5天才能够去到张家界最核心的旅游景点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如果你们就是对阿财这边 就是有想了解的 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张家界的两大核心景点 该怎么去玩 那么3 4月份来的朋友呢 就是用心聆听一下啊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呢 它位置于我们张家界的市区 在张家界市区呢 我们乘坐7天455米的高空所到啊 然后呢 上到山顶 主要游玩的是什么呢 玻璃栈道 鬼谷栈道 天门山寺和99道弯的通天大道的一个奇观 以及世界第一穿山溶洞天门洞的奇观 在山顶上能够看到我们张家界整个城区的荣宝 也能够欣赏到我们武林之魂天门神山的全景 在这个地方呢 乘坐这个锁道上去 最高的这个高度差度呢 有一个达到1300多米 然后40分钟的高空锁道呢 让你们心晃神移 这是全亚洲最长的高空所到 其次呢 另外一个景点是啥呢 就是现在主播所在的位置 这里呢 是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是最能体现出张家界山水的一个自然景观 在这里能欣赏到的是我们张家界的三千奇峰 张家界能够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就是完全要得益于你们眼前所见到的山峰 因为这样的山峰呢 像手指一样 在我们这片山林之中呢 就是拔地而起 然后根树呢 就是为什么要更来形容 你们可以看到 眼前的大山 就是像手指一样 像臂一样修长 它是仿佛和其他的大山就格格无入 格据不同 所以说呢 它也被我们的世界联合国组织 就是给其了特权 就是将其命名为张家界地貌 所以说呢 我们来张家界玩什么呢 就是来看山 看山还得来张家界 张家界的山呢 有着泰山之雄 黄山之变化 有着桂林之秀丽 所以说呢 把这两个景点玩到呢 那么大家就是可以把我们张家界 就是作为第一站选择的避看的景点 就是归入到你们的行程之中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加上从你家里出发的时间 一共可能需要一个四到五天的时间 如果你们就是对阿财所讲的 就是有点记不住 或者说实在记不住的话 那么你们可以联系就是榜二的小助理 和他简单的聊一下 就是也可以让他把这个文字试 然后呢 给你们沟通 也方便你们就是能够找到 就是保存到手机里面 怎么去找到小助理呢 就是榜二你们私信他 或者说你们点开阿财的主页 也能够直接找到小助理啊 就是你们如果需求有帮助的 都可以联系一下他 感谢各位的关注 我们就是点赞不要停哦 点赞不要停 让更好更多的人 能够走进阿财的直播间 刚刚这是给大家分布的 就是两个张家界最核心的旅游景点 大家都有听清吗 就是有没有就是还是不太懂的 还是不太懂的话 我就再讲详细一点 有没有听懂 有听懂的朋友吗 听懂的朋友 就是在公屏上抠个一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听懂呢 大家在公屏上抠个二就可以了 我希望就是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时候 大家如果没听懂 不要害羞 也不要在意 可以直接把你们的问题 再重复的再问一遍 这个都没有任何影响的 知道吗 因为就是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是最好的 就是你们在这里来问 那是我的缘分 能够和你们相遇 因为你们向往着我们湖南张家界 所以呢 我也作为我们张家界本土的一个守护者 或者一个分享者 欢迎着你们的到来 因为没有你们的到南 张家界默默无闻 你们是爱上张家界这片风景 所以说在省之下 我来到这里 所以说呢 今天是有缘分能够通过直播 现在能够观看到张家界的美景 看到张家界的大山 那么我们有缘分在这里相遇 希望就是把这份缘分 能够就是更深的留在一起 就是把这份纽带 把这份羁绊 能够就是更深的交织在这片大山 你喜欢这里 那我们每天都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希望就是和大家成为一位好朋友 也希望就是你们来做客的时候 能够帮助到你们 这是最好的 谢谢阿梅的点赞 谢谢你们的点赞 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 我们张家界独特的风铃地貌 看到的是3000起风 看到的是3800秀水 在我们山下呢 这是我们百荣电梯的下站 因为镜头不能往下看 就只能给你们 就是在这里去说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就是百荣电梯的模型 这里呢 这是我们百荣电梯上到最高处的位置 百荣电梯高度326米 从山脚下到山顶呢 简简单单1分28秒的时间 就能够帮我们带入到山顶之中 所以说带入到原家界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眼前的3000起风了 我们在山下峡谷游玩的时候呢 那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呢 我们就感觉仿佛走在这个山下 山下是什么角度 就是在这个角度 我们能够欣赏到它的模样 但是呢 不能看到它的全貌 就仿佛走在置身于 自己走在这个原始森林之中 然后感受着大自然带给你们的 一丝丝的一种小邻近的一种 心理上的安慰 因为来到大山深处 来放松的就是自己的心灵 再说呢 你们来到这里 也就是涂着一份开心 涂着一个放松 其实看景呢 是四摇的 我们过来出门旅游呢 就是来散心的 对不对 也希望就是你们没有时间出来的朋友 在你们工作闲暇的时间 或者在你们今天 就是清晨 今天是会说稍稍迟了一点开播 也希望就是每一天 能够看到这么好的风景 能够给你们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是的 这是四十八大将军园吗 对待这位平盖不能盖的朋友 这里呢 就是张家界十大王牌景点 四十八大将军园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带来好山好水的现场直播 希望就是在直播间的朋友 能够爱上他 喜欢上他 也希望你们呢 能够就是在直播间点点关注 点点赞 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回到张家界 回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来做客 也希望这里的好风景呢 希望你们能够心晃神仪 成为你们心中的梦义 成为今年你们旅游的第一站呢 我想必就是在直播间 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被这里深深的折服 就是想要来到这里 可能说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旅游时间 所以说才每天到直播间来过过眼影 来过过意思 来感受一下 就是看看张家界到底是怎样的 每天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 你像连续二十多天的一个晕雾 烟雾缭绕的一个情况 变成现在就是这样秀丽的山峰 能够远观它的全貌 那么就是这二十多天的等待 就换来了今天和昨天这两天的欣赏 那么这两天的欣赏呢 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坚守 一直在坚守 膝盖腾做锁道到山顶吗 是的 这里的锁道电梯缆车 都是直接到山顶的 朋友们 就是你们过来之后 来到我们这里呢 如果想要徒步上山也有方式 如果不想徒步上山呢 那么锁道电梯就能够代替你们的行走 带你们直接奔入山顶啊 在这里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景区门票 包含的这个环保车 是包含在内的 唯独单独需要购买的 就是锁道和电梯 因为这两个项目呢 都是娱乐工具 所以说大家就到景区之后呢 资源去消费 资源去购买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点 昌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里呢 和我们往常的景区 它不一样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这里的景区呢 门票是有四天的有效期 四天之内 大家可以无限次数 进入到这个园林之中 在这个园林之中呢 大家就是可以随意的 进入到这个各大景区 景区是没有任何门票限制的 就可能说是四个山头 和两个峡谷 如果大家不借助 就是百龙电梯 不借助缆车 那么大家就是可能 需要徒步上山 上到山顶呢 我们在这个山头上 观看到远方的风景 看到远方的景色 再说大家就是 觉得自己的体力OK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如果觉得体力不行呢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选择 借助一下缆车 电梯带我们上到山顶 因为在山顶上的游玩呢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游道呢 它是非常的 就是平凡的一个路程 就是大家不用爬山 也不用就是 感觉会有很高的楼梯 等着大家 就是像平稳的一个石板路 有着微弱的起伏 所以说腿脚不好 或者说带着小孩 或者说带着老人过来玩的朋友 通通放心 你们来到我们这里游玩 只会很轻松 不会很累 因为山顶上呢 游道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没有就是长时间的爬山的一个路段 这样说的话 大家有没有清楚到就是 张家界这边游玩 就是不是你们所见到的 看到大山 就是要爬山的一种结果 就是大家有没有明白 张家界就是游玩的时候 走在了战道上 它这就是一种很平缓很平缓的战道 欢迎慈善堂 欢迎野 欢迎女神 欢迎你们 欢迎来到湖南张家界 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后花园 走进我们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之中 真美 是的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能够欣赏到我们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铃地貌 虽然说张家界没有办法让大家欣赏到日出 但是呢 我们能够就是撑着好的景色 给大家带来就是更美的角度 就是珍惜每一天都能够与你们相约 在景区给你们带来更好的风景 欢迎 欢迎啊 好想去啊 好想去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自己的时间 准备要出门旅行了 欢迎姜子牙 欢迎你们 我也特别想就是带到 从家里出发去到你们居住的地方 其实我们彼此都在互相羡慕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羡慕这里的好山好水 我们羡慕你们当地的其他事物 都是在彼此的互相羡慕 就感觉就是好想彼此住上一下 这是置换几天的身份 我们能够就是在彼此的家乡 能够就是晚几天 然后再换回来 大家应该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吧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土生土长在一个地方 时间太久了之后 那么可能我们觉得景色 可是我们天天看到 但我觉得就我看多了 我觉得但是我也不会讨厌他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你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大山 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风铃地貌 没有看到过这样碧绿的山林 没有见到这粘绵的山脉 也没有见到就是当地的民俗文化 那么大家呢 就是特别感兴趣 特别想要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 这是很多东西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没有 正是因为探索探知才发现 正是因为你们也有这样精神 才会想到我要来到湖南张家记 来到这里我要亲自打开这片世界 把它走进我的内心 走进我的脑海里面 让我知道人生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没有去到 我一定要走到这里 把这里记在我的心里 留在我的手机里 来留在我的手机 然后就是给这里留下自己的记忆 应该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共享吧 应该这样的共铃 大家应该都是有的 就是想要就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把它留在自己的眼底 哪怕是对这个地方并不熟悉 哪怕是相隔千里 只要我有时间 只要我有精力 我都想要来到这里 对你的景色好吧 而且这里 而且这里基本上没有游客 我今天是找到一个 就是没有人的一个 没有人的一个地方 看看人人都穿啥衣服 这里没有人的 不 今天我找到的 是一个无人的观景台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人的 因为没人才能够 你们才可以感受到很安静 对不对 如果人太多的话 就会像昨天一样 就非常非常的嘈杂 然后你们昨天也看到了 对不对 今天的话就是我带到这个地方 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人的地方 看一下 你们看这里 一个人都没有呢 这是一个隐蔽的观景台 隐蔽的观景台 是你们 就是自己过来找不到的观景台 交主我找得到 我们一起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直播部一路 每天带你们游山玩水 看张家庭一路好风光 我们点赞关注不要停 如果就是大家三月份四月份 打算来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们不知道 张家庭怎么玩 那么我们一定要 把你们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二财主播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旅游功率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有需要的朋友 就在直播间 把你们的问题留给我 来到我们湖南这个地方 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 如果想要去繁华的都市 那么我们得去新城长沙 长沙作为我们湖南的省会 那么它的发展程度 是远远超过我们湖南张家界的 就是你们想要感受的大城市的热扰 那么我们去来到就是湖南长沙感受一下 或者去湘潭绍山 去感受一下伟人故里 或者说去凤凰 感受一下民族风情历史文化 或者来到张家记 来到这片原始森林公园之间 来感受这里的秀丽 来感受这里的风景 因为张家记的景色 就是让大家来欣赏 来看 来想象的 百龙电梯非常的壮观 是的 百龙电梯是有一个吉利斯世界记录 因为它是目前户外室外最高的 运载量最高最大的 然后同时也是运行高度最高的 户外贴身钢的观光电梯 所以说从山脚到山下 它的运行速度的话 一分二十二二十八秒 嗓子痛的不行 有的时候说话都打结吧 所以说大家就是体谅一下 水中含着金嗓子跟大家说话 张家记的户外好辛苦 是的 所有的户外都挺辛苦的 我觉得户外主播可以是说是主播类 最辛苦最累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百龙电梯 这是百龙电梯正在上行 真的上行 但是我们并不能看太久 并不能看太久 太久可能会收到警告 我们还是远观风景为主 远观风景为主 我的身后 我的左边就是我们的观景台 我身后没有景色 大家不用看 身后就是一个原始的密林 有一条小道 有一个小道 感谢二姐送来的一个鲜花 谢谢 谢谢您送来的小礼物 你们不用觉得这里的景色是假象 或者说像一幅海报一样 这里的景色都是最纯真 最真实的景色 来到阿财直播间这么多的朋友 难道还会骗你吗 是不是 我们张扎姐的景不屑作假 谢谢 谢谢阿姐的加油 谢谢 我一定会努力坚持的 也希望就是把这一片美景 带给更多的有缘人 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湖南张扎姐 那么你们很多朋友 就是冲着玻璃桥 冲着玻璃栈道 当然这也是我们张扎姐的景点 那么你们来到这里 首先你如果冲着一个目的地的话 那么你们沿途的风景 你们就会就是错过它 因为来到我们湖南张扎姐 看的是什么 看山 而不是去体验什么玻璃桥项目 或者说单独的去体验什么玻璃栈道 因为你们来到湖南张扎姐 看山来张扎姐 那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大山呢 这样的大山来自于哪里呢 张扎姐国家森林公园 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因为这里的风林地貌呢 就只有 就是在湖南张扎姐才能够看得到 这是你们在全国各地 来放野世界都无法欣赏到的 风林奇观 因为就是这种独一无二性 我们张扎姐 才能够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 出去入一来计算 可以用一来计算 包括像今天 今天我入园的时候 我感受到啊 感受到就是 人流量已经感觉是要到达的 旺季的一个高峰期 居然要开始排队了 这里是哪里 原家界吗 是的 原家界的山头啊 但这里不是原家界的游道 这里是百龙电梯上行的位置 上到最高峰的位置 这里呢 一个小送的一个观景台 这里呢 没有游客 就只有主播在这里啊 就只有主播在这里啊 谢谢妈妈说 我是只猫送来的爱心引力 谢谢 谢谢你们送来的小礼物啊 希望这里的风景你们喜欢 能看到百元大超吗 百元大超能在原家界的观景台 今天我们早上在迷魂台开播了一下 但是呢 因为那里的信号基站太差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全景 也没有办法带着大家去游玩 所以说留点神秘感 给着大家自己去挖掘啊 谢谢5920送来的小礼物 谢谢 因为留点神秘感 你们才能够就是 自己打卡到自己想要去看的景点 这里呢 能够看到的是我们张家界的 另外一个十大王牌景点之一 这里呢 是将军列队 也被称之为四十八大将军眼 我们眼前这些秀丽的石峰 这样一根根的石峰就像四十八位大将军一样 硬硬在这片大地上守护着这个这里 张家界是真漂亮 您去过啊 什么时候来的呀 这位雅致这位朋友 张家界的风景真的是 值得大家是人生中必来的景区 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有的人说我们张家界很坑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抉择呢 首先呢 就是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在选择 就是过来玩的时候 可能就是贪便宜 选择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旅游团 但是啊 就是选择那种非常便宜 甚至都低的不可思议的那种 那么就是你们选择的这种旅游品质 过来游玩 过来参观 那么你们可想而知 虽然说能够玩到看到 那你们想想 这样的游玩 它其中都有多少陷阱呢 是不是 18年去的 报的基本上是最贵的团 结果还是 张家界就玩了大半天 景色是真美 是的 不是说你报的越贵 不是你报的说你报的越贵 然后你就能玩的更好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首先你要对一个当地 这些东西的一个理解 我们就是好比知道的 我们景区大门票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景区的大门票呢 林小天门山线的门票275米 就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价格啊 275米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呢 210米 210米加上275米呢 就能够差不多达到500米的一个价格了 对不对 观光景区的门票 就是这两个核心景点 就能够让你们人均消费将近快500米 那么你们就是选择这方面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就有树 树有树了 站在天波府前 看真壮观的 这里不是天波府 这里呢是原家界的山头 我们这里呢是 这里的后花园啊 在原家界看后花园 在黄石寨呢 我们看前花园 19年19年去我们天门山应该没有就是做到 就是99到弯的这个环保车下山吧 有没有做到江山如此多郊呢 这位朋友 4月1号去需要穿什么衣服啊 现在呢都是泪穿两件 如果就是怕冷呢 就准备一个就是轻薄的羽绒服 如果可以呢 准备一个春秋的外套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主播就是这样穿着的 欢迎亲近所有温柔 欢迎爱家家品呢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走进我们美意的湖南张家界 这里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贵 是来自于一片人间仙迹 来自于古老的湘西大地 你们所看到的景色呢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色 不可复制 也没有重复的景点 就只有在我们湖南张家界看得到 你们能够看清晰吗 镜头够清晰吗 好的不客气呢 暖色余生 如果就是大家实在是对张家界 这方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了 如果就是你们觉得主播这里可以呢 主播以前也是导游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想要这方面的旅游公寓 或者说旅游帮助呢 那么你们可以找到我的小助理啊 在哪里找呢 就是我的主页作品哪里 你们可以就是直接找到我的小助理啊 这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题外话 因为有的时候跟大家用言语沟通呢 大家不一定能够记得住 所以说呢就跟大家就是这样提一句 大家有兴趣的就可以了解一下 三月份四月份过来的朋友呢 一定要准备好雨衣和一个防水的旅游鞋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呢 三月和四月它是一个雨季 雨季应该准备什么呢 就是一个防水的一个东西 防水的旅游鞋和雨伞和雨衣 就是方便我们在景区游览观光的时候 防止你们的鞋子就是被清湿 否则你一天走下来的话会非常的难受啊 因为我们这里呢都是森林 都是大山 你们在这里游览观光的时候 周围都是餐天的大树 那餐天的大树如果下过雨之后 会从树叶上滴落下来露水 露水呢会浸湿你们的鞋子 所以说准备一双防水的鞋子 非常的重要啊 谢谢紫玉送来的一个小星星 谢谢 感谢亲浅时光的关注啊 谢谢 欢迎 欢迎这么多好朋友 就是来到阿财的直播间 在这里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对张家姐 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在直播间和我分享一下 感谢珍惜自己 欢迎风声 欢迎夜 欢迎你们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看到这么好的看着景色 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你们是不是很羡慕主播呢 有没有就是很羡慕 觉得这片大山 我怎么家乡没有呢 为什么只有湖南张家姐才有呢 是不是 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这样羡慕的朋友们吗 谢谢紫玉送来的一个小礼物啊 谢谢 谢谢 羡慕啊 这位薄荷是羡慕的 薄荷您是哪里的呀 薄荷这位朋友您是在哪里 是在哪个地方的朋友呢 欢迎华哥 欢迎各位 都关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啊 是这样的吗 是你关注的朋友太多了吧 咱俩换着来啊 OK 内蒙古啊 哇 你说到内蒙古的话 我就感觉就是想起了还珠格格的一首歌 它的主题曲 你是风儿我是沙呀 策蛮你去走天涯 这是做的内蒙古是不是 我们都会想到就是内蒙古 交通是不是都是骑马 这是我也挺向往内蒙的 因为像我的这片大草原嘛 大草原有什么有牛有羊有马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吃啊 特别喜欢吃 所以说像我的大草原就是想过去品尝一下 就是当地的牛羊肉啊 这是我们北方就是不是吃牛羊特别多吗 在我们南方的话就是啊 就是这种家庭类比较多一点啊 吃货就是一想到某个地方就想到哪个地方的美食啊 我看一下华英您关注了多少朋友啊 你也没关注多少啊 华英就是您关注的也只有十几个人呢 给大家看一眼这里的百能电梯哦 这是三部百能电梯 电梯呢它是能够就是单程就是乘坐33人 然后呢两层一起是可以乘坐66人啊 百能电梯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百能电梯出来之后啊 就是一个大厅就是一个大厅啊 大厅出来之后就到山顶了 山顶之后就有一个游览观光的一个观景台啊 出来通往哪里啊 通往的是元家界 这里就是元家界了 已经到了山头的位置 这里是属于元家界的景地啊 这里呢是我们四十八大将军爷 我们觉得这里好看 把你们的赞赏留在直播间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电梯在下行哦 电梯正在下行 里面有游客朋友们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不能看太多啊 看太多的话到时候啊 到时候就可能会被警告啊 28号就可以到了 太期待了 我也很期待 很期待你们的到来啊 我们3.8亿年前呢 我们张家界这里呢 都是一片汪洋大海 所见到的风铃时风呢 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呢 经过地窍的运动 海底沉积的延层呢 就是变成现在如今的这个容貌 经过千年风雨的行驶呢 然后呈现给我们大家 雪下高是不是不让上呢 我们可以就是面对背对电梯 这不就没问题了 因为这个电梯呢 就跟我们在商场里面所坐的电梯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坐在上面会很害怕 就是害怕呢 我们就不看外面就可以了 我们背对它就行了 对不对 这样就是跟我们乘坐普通电梯 就没有任何区别 有很多朋友就是会问我 阿财哈 就是我们张家界这里啊 是不是我朋友上次说啊 就是过来玩的 要爬很久很久的山 是不是会这样啊 我当时听到我就笑了 我说你朋友上次应该是来我们张家界 没怎么花钱吗 他说对 他说他就买了一个大门票 他说张家界很实惠 就是买了一个门票哪里都能去啊 哪里都能去 然后我就告诉他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就是这里有上山的工具呢 他说他没有啊 他告诉我的 张家界每个山都要爬上去啊 就是我去问就是有没有上山的地方 然后他有导游人员 就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呢 就是在那个位置可以上去 但是在那个位置上去呢 要花钱 他以为要单独的再购买门票 然后他就这样去说了一句 他说那不花钱呢 往哪里走呢 然后工作人员就给他指引了一条道路 然后他这几天玩下来全都在徒步上山 回去之后啊 这个双腿啊就不自觉的就是在发抖 就是因为就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锻炼 也没有经常锻炼过突然行走这么高的山峰 每天都在坚持爬山 然后这个腿就受不了了 这里的山跟桂林一样 我们这里的山和桂林是不一样的 桂林呢虽然说很秀丽 我们张家界晴天看的山呢也很秀丽 但是呢我们这里的山它是笔直的山峰 而桂林那边呢它是比较类似于像这种小圆筒啊 可以说像一个小圆筒 它不像我们这里的大山它是像手指一样这样秀丽的啊 我们这边几点天黑 我们这里一般有六点多天黑啊 六点多天黑呢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分明非常勤快 像夏天啊 夏天就是预兆最充足的时间呢 天黑的时间可能稍稍迟一点 可能七点多 像现在的话六点多又已经天黑了 感谢你的点赞呢 谢谢 这里的山太堵了 是的 我们这里的山呢 就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就是从这个山脚下 就是能够就是攀岩攀到这个山顶上 因为我们这里的大山呢 你们所以看到就是眼前的这种风铃地貌呢 它是非常容易脱落的一种 非常容易脱落的一种岩层 所以说呢根本就没有固定点 所以说到现在呢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攀爬上去 而且呢你们也可以看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山峰峰岭啊 是不是成平面状 怎么录怎么录呢 就是三点直播间有三个小点啊 有三个小点三个小点点了之后呢 就是有一个录屏的功能了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远方的这个山峰 然后是平平整的一个消灭 这个平整的消灭呢 它是能够为什么能够做到的 就是根本就不是我们凡人能够把它消整 就是这么平面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有句话就是说到了我们张家界的山顶有神仙 就是这样去说的 百龙电梯在这里和天门山哪个海拔高呀 百龙电梯这个肯定是没有天门山的海拔高的 这位朋友啊 是冰果时代啊 冰果时代 感谢七二四央所来的小礼物啊 谢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可以就是和我一起在直播间分享啊 希望就是能够分享到你们 是的 我还记得你呢 只要你不改名字啊 只要不改名字 我还都还能记得啊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一起走进我们火南张家界 走进这片古老的详细大地 如果觉得这里好玩好看呢 我们不妨多停留一下时间 在这里呢 静静的给你们看就是环绕一周啊 给你们看看我们张家界的风景其貌 是怎样的一个玄关 是怎样的一个景色 这是整整三月 就是唯独的两天时间晴朗的天气 带着大家上到这山顶看到这三千起风的绝景啊 同时这里的景色呢 也叫做将军略队啊 将军略队 将军略队什么意思呢 很多朋友又要问 因为这里呢 是我们曾经向王天子的殿降台 在这里呢 他的将军们 在这里呢 化作一座座石峰 守护着他的土地 守护着他的王国 这里呢 是我们土家族 这是土生土壮的地方 所以说在山顶上还有居住的很多的土家民族啊 天下第一桥那边手机信号怎么样 天下第一桥那边手机信号应该都不怎么好 山顶上的信号应该都不怎么样 下波前能直播下百龙电梯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大家放心哦 欢迎你们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 欢迎来到我们美意的火拦庄家记 给大家就是欣赏一下 大家想要录屏的朋友哦 有没有不会录屏的朋友说一下 今天嗓子是真的是太痛啊 说话都累啊 说话都累 所以说可能没有之前就是之前说的那么久啊 这有耳断断续续的 有点断断续续的 欢迎蔷薇欢迎你们 欢迎羊羊 欢迎用户8261 欢迎你们走进美意的湖南庄家记 欢迎你们走进阿财的直播间 欢迎阿财一起来欣赏这里的三千奇峰 百元人民币头像呢 在原家界呢 原家界很大的 原家界不是在我的这个镜头就这么一点点的地方 它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不同的景色 都需要你们自己去徒步走到这个游览观光的站道上 才能够欣赏到的 这里呢是我们百龙电梯的上行上站 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观景台 看到远方的山脉了吗 我们张家界的大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横坎成岭 侧神风远近高低 各不同 在山下就是陪伴阿财 就是游览过的朋友啊 都知道 在山下看到的景色是怎样呢 对 百龙电梯这里呢 原家界的信号不好啊 原家界的信号不好 所以说没有办法带大家去到原家界 这只能带着大家来到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在这里一直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铃奇观 偶尔能给大家看看这百龙电梯啊 看看这百龙电梯看到了吧 百龙电梯不能看太久啊 不能看太久的 我们张家界就是哪两大核心景区 在直播间观看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两大核心景区 有没有不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的在直播间抠播一就知道了 快看看有多少 欢迎幸福 来些幸福人生送的一个粉丝灯牌 谢谢 今天就是给大家在这里带来一场直播 然后呢给大家也带来就是那些关于景点的讲解啊 经济的讲解 像我们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呢 位置处于市区 它的游览时间呢 大概就是四到五个小时 我们乘坐 选亚洲最长的高空所到 上达山顶 上达山顶之后呢 我们能够欣赏到什么景色啊 在山顶 我们去观看我们的网红玻璃栈道 以及鬼谷栈道 以及网红圈圈的浓洞啊 中午好阿财欢迎你哦 欢迎你今晚人生哦 今天嗓子痛啊 所以说说话就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嗓子痛一点有点痛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走进阿财的直播间哦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直播间还有在的朋友们吗 就是 合不合一看看还有多少人坚守在这里 让我看一下 让我觉得在这里坚守啊 这是 不管伤痛也好 就是继续坚守到这里给你们带来直播 希望就是你们喜欢 后外主播真的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天气太差了 天气太差就会影响到身体啊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 哎呀 感谢幸福人生的点赞 谢谢 这几天要下雨啊 明天和后天应该是不会下雨的 这个天 今天是阴天啊 今天是阴天啊 今天是阴天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 但是有可能会下 但是有可能不会下 他就有限 他只是因为现在疫情 山上挺冷的吧 山上不太冷的啊 这里的温度的话就是还比较适中 因为这两天的温度都有回升 像今天最高峰的温度能够达到18度到19度啊 你要带羽绒服了呀 可以的 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啊 不用带太厚啊 带太厚呢 可能会感觉很热啊 但是三月份基本上都是雨季啊 你像现在就是三月份已经过了大半了 像昨天一天晴天 加上今天一天阴天 明天的天气到底是不是晴天呢 我们还要等到晚上才知道 我们这里的天气预报实在是真的是太不准了 我都不敢相信他了 所以说就是我们来到湖南庄交界就是一定要根据 前一晚的天气再做决定啊 前一晚才能够决定明天的天气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可以呢 就是觉得当天看天气预报是最好的 上山需要穿冲锋衣吗 当然要需要啊 当然要需要 现在就是里面要我穿的是内穿两件 外搭了一个外套呢 都还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冷啊 长沙有什么必须要去吃的好吃的 长沙呀 长沙的话就是臭豆腐嘛 对不对 臭豆腐我长沙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东西 小龙虾 小龙虾 你不去网红店 不去网红店我也不知道啊 那才是土生土长的张家界人 不是长沙的了 我不是草沙人呗 我是张家界人呗 你要问我张家界有什么必须好吃的呢 这些东西呢 那我还能给你分享一大堆 你问我长沙有啥好吃的 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臭豆腐 臭豆腐爱吃吗 是不是 我们湖南张家界也有啥好吃的 大家知道吧 土家的三下锅 腊肉香肠 对不对 隔根粉 喜欢喝茶的朋友 毛爷美茶 都是我们张家界比较有特色的特产呢 大家有没有就是品尝到就是我们张家界的特色美食 推荐一下古城里 凤凰古城吗 你是说的凤凰古城吗 还是什么地方 欢迎先进直播间呢 朋友们 古城哪个垫布坑啊 凤凰古城的话 你如果要吃饭的话 就不要选择古城类啊 出古城外吃就可以了 店面也好一点啊 古城类的话 没有太多的餐厅的 基本上餐厅呢 它都是开在这个驼江边上的啊 就是小鱼小家 然后呢 以及一些当地的小菜品啊 一些当地的小菜品 如果你们想要吃那种 比较正规一点呢 那么就是去到这个古城外啊 古城外去吃 张家界有什么景点 张家界的景点呢 那就挺多的 有天门山 有张家界 我叫森林公园 以及玻璃桥大峡谷 还有 人间瑶池 宝红湖 地心之门 黄龙洞 那么多的地方等着你来发现呢 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也要来到我们 回来张家界 也想要把就是我刚刚念到的 这几个景点 全都给玩到的 那么你们最少都要准备 一个十天的时间 但是十天的时间呢 就是大家会审美疲劳 知道吧 审美疲劳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所见风景 就会非常的就是讨厌它 本来我们是非常喜欢它的一个景色 但是天天天天看 就看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审美呢 它是要歇的 就好比为什么说张家界的美景呢 能够让人一直来 你像他第一次来 他间隔了一年的时间 第二次来 他间隔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说他已经淡忘了 就是他眼前所见的风景 所以说呢 他就会就是越之向往 又有一点模糊的记忆 但是呢又没有就是太多的印象 就感觉就是自己又要再来一次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赖张家界游玩 最佳的游玩时间呢 就是四天到五天 四天到五天 四天到五天的时间就是怎么去玩呢 一个是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在这里呢 最佳的游玩角度是两天的时间 在这里呢 有四个山头和两个峡谷 你们知道是哪四个山头和两个峡谷吗 有知道的朋友们吗 不知道的话就是给大家解答一下 赞成啊 赞成啊 赞成就是主播阿财说的 就是准备 就是一个比较精简的时间是吧 就不要准备太长的时间 太长的时间首先 审美疲劳精力不够啊 而且还会玩的非常累 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很累的工作 要吃着金枣子才行啊 欢迎豆浆油条 欢迎你们 这个角度的话就是给大家来看看吧 上个星期去了下了几天雨什么都没看到 太可惜了吧 确实在今天是23号了好像是啊 23号22号是一个晴天 那么就是21号之前呢 都是一直都是下雨天都是这种阴雨天气 所以说基本上上到山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一种景色 有一点点就是有点黑漆漆的感觉啊 早知道这个星期去了是吗 是的这个星期去多好啊 你们都不看天气预报啊 这是怪的叫谁啊 对不对 要看天气预报啊 或者说你们来问我也行 你们连我也不问天气预报也不看 就自己就是把这个时间自己给分配了 可能也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 这个也不能怪你们啊 但是如果是时间充足的朋友 就是要选择几个下雨天来到我们回来张家界啊 导游说了天气预报是假的 他虽然说是不太准 但是他能够有个大概的方向嘛 对不对 当时不是不认识你吗 是的 都怪我啊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就是早一点开播 没有早一点认识到你们 如果就是早一点认识到你们该多好啊 就是能够让你们就是省时省力啊 省时省力 还能够就是根据这个天气 选择哪些景点呢 对不对 欢迎弄情影啊 欢迎冬日阳光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走进美意的湖南张家界 走进我们古老的详细大地啊 大家想要录屏的朋友呢 就是给大家录录屏吧 啊 今天不说太多话啊 嗓子痛 来 我们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给大家来划心 过两年再去啊 那一定要记住阿财啊 点关注了没有 你好 我们就是不要潜水 一起来聊聊天 有的时候给你们介绍风景啊 就是说太长就有点 有点很能痛啊 一起来聊聊天嘛 对不对 这么好看的风景 不要把你们的赞赏 逆射在自己的心里啊 就是把自己的赞赏 都用用在直播间里面 这里好玩好看 我们就把赞赏 应用在这里 对不对 欢迎蒋子牙 欢迎你们 欢迎大脸貌哦 哦 一直下雨还是正雨啊 不用管 不用管是正雨还是下雨 基本上呢 基本上都是啊 都是一旦下雨都会有雾天气啊 天气都会有雾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 正雨和一直下雨会有什么改变 都没有改变都是会有雾气啊 都会有雾气 张家姐去旅游可以找我做导游吗 当然没问题啊 你们找我是我的荣幸啊 是我的荣幸 如果你们就是信得过我呢 那么可以就是先加联系一下 我的小助理 到时候呢 你们就是可以就是更 更精准的找到我 否则抖音几亿用户 你点的关注这么多 到时候找不找得到我 还是一回事呢 主要去哪些景点玩啊 主要来的景点呢 一个是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另外一个呢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这两个5A的风景区呢 是我们人生中必定要打卡的景点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风铃地嘛 其次呢我们也许到了就是 我们虎家的心中的神山 武林之魂天门洞啊 就是这两个景点啊 天门山呢 就是游玩时间 还有鬼谷山道 还有鬼谷山道 以及世界第一川山溶洞 就是那个飞机专洞的那个溶洞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幸看过直播啊 就是这个溶洞飞过去 然后以及就是还有山顶上的天门山寺 99个台阶可以坐楼梯 99到弯的这个穿山 就是那个登天梯呢 是旁边有这个穿山扶梯 就是大家不想不想走路就坐扶梯啊 不想走路就坐扶梯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看是吗 这里呢就是四个山头 然后两条峡谷 峡谷之间就仿佛置身于这种大自然之中 这在深头呢 我们就是一堵庐山争面目 看到我们眼前的三千奇峰 所以说呢不同的角度呢 可以跟街上一样有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先到工作室 我们先到 문제 现在到某一天 这又有事 然后朋友们先到某一天 要是你摇 das 跟那个某一天 要是你摇发人的 今天是你摇顾的 这个时候 就跟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来西方的小处理 我们LA何事 大家家在那时务间 给大家多大大招呼吗 是不是 跟大家互动一下 欢迎米谷 欢迎小梁子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光顾阿彩的直播间 欢迎来到这古老的神秘湘西 刚刚这个是手机没电了 就是把它冲下地 欢迎开心 欢迎你们回家 欢迎贝壳 接着说景点 这是刚刚给大家收到的 张扎界的 张扎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四个山头 四个山头 它分别有哪些景点呢 原扎界的明文台观景台 以及阿凡达的取景地 哈利路亚玄武山的原型 乾坤遗柱 以及天然石桥 天下第一桥 杨家界呢 去看天然长城 天子山呢 我们去 天子山我们看什么呢 看玉比风 以及将军列队啊 将军列队是杨家界 说错了 去看玉比风 还有我们的仙女散花景点 这里呢 是我们天子山的景色 如果黄石寨看什么呢 黄石寨呢 我们去看野株林 看我们张家界的前花园 以及去看我们张家界的回音币啊 都来自于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色 这些都去过了 那你就是把我们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的四个山头 还有两个峡谷都去到了嘛 对不对 这些核心景点呢 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种独立时风 但是呢 不同的山头 它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景色 不同的角度 它会呈现你们不同的美 所以说呢 这四个山头不要问我 就是哪一个值得去 哪一个值得不去 所有的山头都值得一去看 谢谢怀疑您的关心啊 谢谢您的关心啊 就是嗓子是有那么一点点 嗓子不舒服啊 但是也就是走马观花 这太可惜了 走马观花这个就有点有点头疼了 这边是不是有点逆光啊 是不是有点逆光 这边应该会好一点吧 欢迎方大师 欢迎你们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占地呢 是264平方公里 是我们张家界最大的一个景区 然后来到这里呢 你们可以自由的把你们的时间 运用在这片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啊 因为在这里 你们可想而知 这么大的景区 根本就不是一天的时间能够游玩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游玩呢 就是说到了两个山头 还有四个山头 两个峡谷呢 我们可以就是分为两天的时间去游玩 也可以分为三天 也可以分为四天 因为这里景点的门票有效期呢 它是有四天的有效期的 所以说四天内呢 我们可以无限次数进入到张家界 我家森林公园 门票210米 折合每天才50多米啊 就是相对很多景区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这个价格呢 都已经是挺划算了 但是有的景点确实也很贵 但是它贵有贵的道理啊 贵有贵的道理 就像张家界 就是天门山的景区门票呢 达到了275米 275米为什么要这么贵呢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天门山的门票 是帮还了它上山的缆车和下山的缆车 那么这个缆车呢 就是代替你们行走的脚步 然后呢直接入到这个仙境 全亚洲最长的高空锁道 这种高空锁道 你们是一辈子 如果没有乘坐过 那可能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感受到的这种锁道 因为它最高的一个垂直高度对比呢 有1300多米 特别是上路到山顶的那一个阶段 如果就是有雾气的话 就感觉我们缆车 直接就是仿佛要进到这个大雾的这个身体之中 就是遨游在这个里面 就是它会和你们在山下 在半山腰所感受的景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是在山顶 特别如果是有云海的时候 当你们穿越出云海感受那一片震撼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这个门票是真的很值 虽然说云海器官并不常见 但是有缘分的朋友确实能够感受到过云海器官的景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非常有意思感 是的 有一种成仙的感觉 有一种成仙的感觉 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有一种很哇塞的感觉吗 是不是 那和阿财美文化一句哇塞闯天下是吧 走到哪里实在不知道形容词了 我们就用哇塞来代替是吧 这里真哇塞 这里好哇塞 这个电梯也好哇塞 反正什么都是好哇塞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知道用言语表达 不知道用优美的言章去形容 我们就用哇塞来代替 对不对 大家就是在直播间过来这么多朋友 就是有没有就是三月份和四月份要来的 有没有 有的话就是给你们介绍一下 现在当地的气温 还有一些鹰雾的穿着方面的介绍 哎呀 你重点这个云台就不听话啊 仙境一般成仙了 是的 我们张家俊我感觉是有点云雾会更好看 但是一有云雾呢 山顶上就看不到就特别头疼的 有一个 有一个吃吧你借我一下 我先借那个包里面的水杯 然后有这个新鲜 你靠坏了 在这个里面 你自己找一下 红色的 你帮你包不要紧 不要紧 欢迎唱游雪海啊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安台的直播间 又和你们相遇了 每天都坚守在景区给你们带来一线的景色 和一线的一线的人流啊 今天人多吗 今天人超多啊 我的天哪 今天的人是真的多 我都我都蒙了 你知道吗 今天我进到景区的第一 我说 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要排队了 然后我们走到这个乘坐环保车 就是要来这里的位置的时候 你知道我前面排了多少人吗 少说啊 少说 数一下 记一下 少说两百人是有的 两百人 两百人是有的 今天就是光森林公园 就是森林公园的这里的环保车乘客量啊 就要排队了 我都不知道天门山会火爆到什么程度啊 看一下人多到什么程度啊 这里看不到啊 这里看不到 因为这里呢 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观景台 这里没有游客的 好的 门票多少钱 这里两天够完吗 两天的话时间是足够的 就是加快一下脚步 两天呢 四个山头 两个峡谷呢 是完全足够的 这里的门票有效期呢 是四天的有效期 价格呢 是210米 上星期下雨 人都很多很多啊 但是没有这后面的人多 因为我每天都坚守在景区里面 所以我知道 就是人多人少的变化 就是你像今天 我从的相同的地点 像昨天我进来的时候 就直接就上车了 车等人 现在是人等车 所以说你们就知道 这个一天的变化 张家界的这个人流 就增加了多少 隔下而知 对不对 昨天是车等人 今天是人等车 所以说你们对张家界不了解的 不熟悉的朋友 那你们如果不知道 哪个季节能够避开高峰期 哪些季节是我们张家界的旅游 忘记 那你们还不点好关注 就是以后你们总有一天会来到湖南张家界的 那么你们关注了阿财 那么以后你们再次回到直播间 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你们 谢谢绿叶的关注 谢谢绿叶的点赞 谢谢 感谢各位的到来 欢迎你们走进美丽的湖南张家界 走进我们古老的湘西大地 感谢逆月加入到阿财的粉丝团 谢谢 谢谢您成为阿财的粉丝团 昨天我不是有500名的吗 今天怎么就怎么还只有500名 声波啊这是 什么是声波 三天2000元费用够吗 够的 2000元的费用当然是够的呢 2000元玩三天的 那基本上算是玩得非常不错的 不错的一趟旅行了 如果就是你要这样去玩 基本上住宿呢 包括你可以直接就请个司导 请个司导 这方面的话就完全没位停了 欢迎感谢青岛桥州小哥 加入到阿财的粉丝团 谢谢啊 我今天嗓子不舒服 所以说呢 就是说话就断断续续的 天门山玻璃桥下人吗 这位主因这位朋友 天门山只有玻璃栈道 没有玻璃桥啊 玻璃桥在大峡谷的 大峡谷啊 说天门山玻璃栈道吓不吓人呢 可以这样告诉你 如果害怕高度的害怕恐高 有恐高的朋友啊 就是还是挺吓人的 还是挺吓人的 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会不会吓人 如果你们害怕恐高 那一定会吓人 感谢HR的关注 谢谢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走进这美丽的玻璃桥家去 欢迎在湘西和你们相遇 和在这个景区 你们有缘分走到这里 看着这边大山呢 就想起了 就是以前带团的那个时光啊 现在做直播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很孤寂 知道吗 孤寂到什么程度啊 估计到就是有的时候 一个人蹲在这里 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就对着这个手机在这里说话 他不像就是做导游 就是有意思 有意思到什么程度 做导游就是可以跟 就是面前面对面的互动嘛 对不对 昨天从张家界回来 一点都不吓人啊 就是你不恐高 当然是不害怕呀 对不对 如果你如果你害怕恐高呢 那么你如果行走在张家界 这个玻璃栈道或者玻璃桥的话 会特别特别害怕的 玻璃栈道呢 你要说它全程有多高 有多长 其实也没多长啊 也就是一两百米啊 左右两边东西线呢 都有啊 都有这个旅游的角度啊 谢谢穆寒送来的甜筒啊 谢谢 谢谢你破费了 天文山那天上山冷死了 山顶还下雪啊 昨天 昨天天文山下雪了 好像是前天啊 前天天文山下雪了 这山顶上有雾松 有雾松 怎么穆寒就送来小礼物就走掉了 天文山那天上升冷死 前天天天文山有雾松呢 真的是好可惜啊 感谢阿华的关注啊 谢谢 欢迎平安 欢迎你们 所以说我主播呢 其实很喜欢跟你们聊天的 跟你们聊天花都开了吗 有开啊 现在呢 就是有山花还有桃花 然后呢 樱花的话也卸了 然后梅花也卸了 现在就只有桃花了 三月桃花嘛 因为昨天 前天的时候 我那里不是还发了有一个作品吗 就是那个梅花 桃花啊 老师说梅花 那个桃花拍下来还挺漂亮的 发了一个小小的作品 欢迎小微啊 小微就是个大 活动 就是跟大家多打打招呼吧 在直播间多聊一聊 欢迎平安 欢迎阿贵啊 欢迎你们 欢迎就是跟着阿贵的脚步 走进我们古老的湘西大地 走进这里 你们看到我们张家记的风铃机关 其实看风景 我其实就是大家随时 这个镜头看一眼就是风景了 对不对 主要就是还是跟大家一起要聊聊天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 就是能够帮助到里面是最好的 我不希望就是大家看完了风景 就直接走掉了 对不对 一起来聊聊天嘛 感谢保兴资源的点赞呢 谢谢 欢迎应小姐哦 欢迎小姐 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哎呀 这是哪里 这是昨天 昨天我们所在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换了一个观景台啊 换了一个观景台呢 迷魂台早上我们去了 昨天我们今天早上去了 那里信号好差 没有办法就换地方了 换地方又跑回来了 前年来过天门山 东北一村满山还是大雪冰啊 现在我不是看那个松花江不是都要解净了吗 东北是不是也要马上进入到春天了 前年来过天门山 前年来天门山应该都是没有玩到那个99到弯的那个环保车下山吧 应该都没有体现到吧 今天冷吗 今天不太冷 今天的温度有19度啊 有19度啊 还行 算是一个比较适中的 春天嘛 气温也就是这么高啊 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低也低不到哪里去 最低也就是89度 最高也就是20多度啊 下午就到了呀 一直没有机会来装扎机啊 直播间应该都有很多像就是王涵宇这样朋友啊 就是没有一直没有时间来到我们互兰张家界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有时间挑出有空的时间一定要来到我们互兰张家界 因为这是你们人生中必来必看的一个景点 不是让大家觉得这里的景色有多好看 就是有多么多么吸引人 其实这里呢 为什么让你来 首先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历史 成长自己的一个文化 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感觉与大自然融入为一体啊 感谢威宁仙送来的小星星谢谢 威宁仙您都送这么多小礼物 怎么不加入到阿财的粉丝团呢 哎呦还没说完就加入到阿财的粉丝团了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谢谢你们 张家界值得一游啊 是非常值得一游 因为我觉得我们张家界 我说实话啊 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就是没有欣赏意义呢 过来看的话就是远看石头小近看石头大 主播去过黄山吗 黄山美吗 黄山的话怎么说呢 黄山就是每天都能够看到这种雾气 看到这种云海 知道吗 就是黄山是变化多端 那它的变化来自于哪里呢 山是不可能变化的 那么就是只有云海才能够变化了 对不对 云海的变化呢 就是会改变你们每天所见到的景色 所以说张家界呢 它也有着黄山之变化 黄山的变化就是来自于云雾 我们张家界下过雨之后 也会有相同的云雾啊 感谢阿华送来的小星星 感谢威宁仙送来的小星星 谢谢 谢谢你们的小礼物啊 阿华可以的话 他就可以加入到阿华的粉丝团里面啊 加个团吧 这么多好朋友就是一起加个团 这是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路聊风景 也跟大家聊聊天 以后呢 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张家界旅游的时候 就是也能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帮助 能够帮助到里面啊 这岛王海宇加入到粉丝团了 就是我说阿华呢 阿华送了这么多小星星 还不如加个粉丝团 感谢冯丫头的点赞哦 谢谢 辛苦了 送礼物的朋友都托费了 谢谢 我们看这山下给你们看一眼 山下 这山下的公路啊 看到了吗 这是山下的公路 就像蚂蚁一样啊 对 张家界的山不高啊 不是很高 最高也就是一千来米啊 像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些石峰的普遍高度 就是也就是五百多米啊 五百多米 海拔也不高 然后山顶呢 也不高 但是就是比较奇特 就是我们大山比较奇特 看起来就是有着泰山的那种雄伟 然后呢云雾期间又有着黄山的变化 然后呢 再到就是贵宁晴天的时候 就感觉又有着贵宁的秀丽啊 我不吃了 一点也不行 去张家界吃东西习惯吗 放心 这位王涵宇这位朋友啊 我们这里很多餐厅都是可以做出不辣的菜品的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 就是无辣不欢 无辣不欢只是我们本地人的口味 但是呢 我们每年这么多游客过来 不吃辣的朋友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不吃辣没有问题到 黄山高吗 吓人吗 黄山就是上到山顶呢 还就是挺好看的 就是爬上去啊 爬上去挺累的 您是上海的朋友是吗 上海过来都是喜欢吃那种甜口啊 甜口菜是吧 放心您过来呢 有很多不辣的菜品啊 任何的菜品都可以做成不辣的呢 所以说不用担心会很辣啊 您是想找阿财一起玩吗 黄海宇这位朋友啊 对喜欢甜品啊 甜品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这个糖油果子到时候 就是可以体验一下 想爬山全程没有爬山 就是这位淡淡的幽 您是想爬哪个山呢 想爬我们张家记的大山吗 我们张家记大山有啊 知道啊 韦斯特酒店知道的 怎么了 韦斯特酒店就在我家附近呢 想去想带着家人又去又怕累啊 不用怕累啊 跟你们都说了很多次了 我们张家记游玩一点都不累的 不要想着过来就是爬山来的 他有着这种走道电梯代替着你们爬 爬山的脚步就是可以直接到山顶 到山顶游玩的站道呢 都是非常平缓的道路啊 山上有酒店吗 没有啊 是你朋友开的哈 这个尼达韦斯特酒店是你朋友开的吗 这是哪里 这是我们张家记的三千奇峰王 一点不累想爬没机会 温州的母亲80多了 不知道游玩会不会有危险啊 80多岁呢 就是我建议怎么去玩呢 就是请一个私导 请一个私导带着你们就是 慢慢的走 慢慢的去玩 一天少玩一两个景点 因为在山底呢 他的这个游玩站道呢 真的是很轻松 并不会很累 而且呢 我们这里也不会出现什么反应之类的 高原反应啥的都不会有 而且这里呢 山好水好空气质量好 非常适合带着老人家出来休闲度假 为什么长寿的老人都居住在大山里面呢 就是大山它唯一有一种无心的磁场 会改变我们的身体啊 所以说啊就是来到这里呢 你们在游览的途中呢 我们这里大山的磁场也会随之改变你们的身体状况啊 就是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传说 就是上次有一个就特别爱养鱼的朋友 但是养鱼大家都知道啊 养在那种观赏缸里面的鱼的就是成活率不高 他上次他就我就听跟他这样讲了之后 他把我们这里新编息的合同他怀了 踹了两个回去了 那带回去放在鱼缸里面 他的鱼的成活率反而提高了 是不是有点神奇啊 老板温州的啊 老板是谁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阿财的领域还没有接触到就是那么大的老板啊 就是韦斯特老板的话 可能就是平常没机会见到他啊 阿财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张家界的户外小主播 主要就是给大家带来风景的解说 也给大家就是带来更好的风景角度 同时也就是回答一下阿财的 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 给你们提供一下旅游的帮助啊 谢谢殷小姐一直的点赞 谢谢辛苦了 所以说就是你们以后肯定也是会来张家界的 那不妨就是把我们的关注点赞点一点 对不对 他是您的朋友吗 这位琳达这位朋友 如果如果他是您的朋友的话 那以后就是您来到张家界 那应该就是招待招待的这个规格啊 应该是挺高的啊 安排几天比较合适啊 嗯老人家慢慢晚的话 准备一个四到五天吧 四到五天是最合适的啊 因为天门山用一天的时间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话 就是可以用个两天的时间 然后呢还可以去一个地下溶洞去看看 如果溶洞看过了呢 那就去宝红湖感受一下山水为一体的景色都可以 2014年啊 2014年的这个时间 距离现在的话已经快六七年了 门票是多次进入的吗 对当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呢 是四天的有效期 四天之内是无限次数进入到这个园林之中的 就除了这个缆车 还有这个百龙电梯 它是单独购票之外 其他的这个景区门票呢 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这是一个景区 其他的景区的门票就是单独的 使用一次就失效了 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这个景区的门票是四天的有效期啊 哇出太阳了 出太阳了 真的很舒服啊 学生和老人有优惠吗 有的 70岁的老人呢 是免票政策 60到65呢 都会有优惠的政策啊 学生的话都会有 就是相应的优惠政策的 张家界的山 九寨沟的水 对 张家界的山啊 张家界的山结合了我们中国啊 就是这么多名山的特点啊 像就是这种情况下 看到他呢 就是会有泰山的雄伟 然后呢 同时也有着桂林的秀丽 那下雨天呢 就会有着黄山的烟雾 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 就是黄山之变化啊 结合为一体的大山 这里的风景还是真的很好看 我都不敢去到那种好的 那种游客的观景台 真的是太吵了 可以不爬楼梯去吗 来回都有锁到吗 对 现在来回都是锁到呢 田门山不需要你们爬楼梯哦 田门山不需要你们爬楼梯的 他的门票就包含了 就是往返的锁到啊 现在都是锁到上下 都是包含在这个景点门票之中的 所以说大家就是尽管呢 去玩田门山景点啊 一点都不累的 在山顶上呢 左右两边是一个环节啊 左右两边是一个环节 从东线和西线都能够回到原点啊 都能回到原点呢 很仔细的回答您的问题啊 在别的主播那里可能问十个问题都不一定回答一个啊 可能是阿财这里没有太多人啊 但是不管人太多就是回答问题能看到了都会回答啊 不会就是给大家就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就是不愿意回答 我特别喜欢跟大家聊天 以后你们只要有问题 随时来直播间就是来问我 完全没有影响的啊 完全没影响 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呢 就是没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吧 点点关注以后呢 有需求的朋友呢 都能够随时再回到直播间 对不对 点好关注 直播不迷路啊 欢迎你们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吗 我爬过华山 恒生 泰山 松生 还有张家记 张家记 站在下雨吗 林开在下雨吗 看到我的影子了吗 看到影子应该就是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到你的吧 这几天都有晴天 这几天都是晴天啊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这嗓子说话都有点刺 感觉就是里面像有鱼刺在顶着一样了 哎呀妈呀 哎呀我再吃一个金嗓子吧 再吃一个 我喝点水啊 喝点水 茶呀 茶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啊 我不喜欢喝茶 喝点矿泉水 算了 不喜欢喝茶 泰山看日出华山看日落 张家记没有看过日出 张家记 张家记确实啊 我们张家记的景区开员的时间太迟了啊 你早上七点钟才开员呢 早上七点 七点钟那个时候都太阳都出来了 对不对 七点钟都出来了 那家还看啥呢 像之前山顶上还能够有住宿的情况下呢 大家在这个山顶上还能享受到这个日出啊 但是现在山顶上没有住宿了 所以说大家就没有机会再欣赏到张家记的日出了 还可惜 很可惜 你像就是很多地方这个景区都是不限制啊 不限制游客的 就是你要开日出 那你自己对你的人生安全负责 就是你进入到这片大山里面 就像黄山一样 它凌晨三到四点钟都可以上去啊 欢迎平安呢 欢迎你 对 一个客战都没有了 全部整顿了 全部整顿了 不允许住宿了 感谢韩语大哥送来的 是韩语姐姐还是韩语 韩语姐姐应该是啊 送来的鲜花 谢谢 因为我只能看到你们的头像啊 是的我也觉得应该人性化 但是呢 对 因为我点击看了一下头像 然后是是姐姐 所以说呢就记住了 景区应该人性我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呢我们这里呢 毕竟是原始森林公园 里面有很多的珍稀的名贵树种 还有很多的名贵药材 所以说每天晚上下午六点 风源呢首先是好的 就是保护这片大山嘛 就是防止 因为我们这里的门票站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呢晚上呢就是在这里 这种大山呢也很危险 然后山顶上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动物 所以说呢游客在这里居住呢 如果不是住到这个酒店房子里面会很危险 所以说就是一般现在晚上呢 是不允许游客们就是居住在这个山上 都要就是出园 然后住在景区外 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再重新再进入园林之中 你就好比看到 我们这样的大山在山底上 你看 基本上就很难修建房屋啊 很难修建房屋 你们可以看到对不对 很难修建房屋 你看这个山后 山后这里是什么 这是一条没有人的一条小道啊 你看这是我的身后 这里是没有游客的 游客在哪个观景台啊 游客在那边的观景台啊 在那边的观景台呢 这个观景台就只有 坐导游的知道 坐导游的知道 或者本地人知道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这里有个这样的观景台 就是你们纯坐摆轮电梯 可以看到这个观景台 但是你们绝对不知道 这个从哪里进来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来到这里啊 毕竟这里呢 是一个未开放的景区 未开放的一个观景台 所以说来到这里呢 首先得对你们的人事安全负责啊 人身安全负责啊 我这里看到好立光啊 我都感觉都看不到景点了 你们能够看到景点吗 这是能看到吗 看到的话就是你们在公屏上抠个一啊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话 我换个角度是不是立光了 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的是吧 OK 华字可以就是加入到阿财的粉丝团吗 一般人不知道你是二般人能看到 是的 你们都是有缘人啊 你们都是有缘人走进阿财的直播间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人生顶沸的当家界 能够寻到就是这一片宁静的地方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就是你们跟着阿财呢 所以说不能够带着你们就是前往很多的景区 因为信号问题啊 信号问题 所以说啊 信号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所以说那种随身WIFI在我们这里 我也试过 也不行 太卡了 然后就凭靠这种流量的话也顶不住啊 他没有太好的流量点 因为毕竟这里是大山 很多信号基站都没有办法建设 你看这样的大山 有办法建设这个信号基站吗 很难啊 很难建设这种信号基站 如果声音好好辞醒 波音枪 波音枪也没用 波音枪 波音枪嗓子痛啊 嗓子好痛好痛 我每说一句话就扯一下 说一句话就扯一下的 可以入团了 是的 我怀疑我的小财迷啊 小财迷为什么我要用这个 用这个呢 因为我张家界 我的名字呢 就是名字里面有一个财气 就是希望把我的财气呢 分享给你们 所以说你们呢 还不加团 还在更待何时 张家界完遍需要多少天啊 那少说也得十来天啊 啊 完遍啊 开口就是这么大气啊 开口就是这么厉害的一句话啊 我要把张家界给走完完遍啊 你真当我们张家界是豆腐咧的呀 随随便便就是要完遍他 带你 是不是 第一次过来的话就是 卖客人鱼啊 就是准备一个四到五天的时间 先玩第一次 有点遗憾下次再过来 你准备那么多天的话 你在这里玩 你玩的会审美疲劳的 知道吧 谢谢谢谢64用户6501啊 送的粉丝灯牌加入到 阿塞的粉丝团 谢谢你们 就喜欢你们这么豪气的人啊 开口就是要把我们张家界吃掉的那种感觉啊 希望待会再来一个人跟我说 阿塞你带我玩张家界多少钱 你说开个树 那我就狮子大开口啊 最高峰有多高啊 1500多米啊 1500多米呢 最高峰最高峰1500多米 我是说的海拔啊 你要说山峰的高度的话 顶破天啊 1000秃头一点 就直接把阿塞买了 直接买断了 因为做户外就是这样的 户外其实 户外主播也就是每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好风景 给大家聊聊天 就是以后靠着粉丝量多了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能够到处跑啊 每天能够到处跑 找个当地的啥客栈呢 包括这些当地的一些好的农夫产品合作一下 就是大家相信我才会就是买一点这些小特产啥呢 是吧 但是自身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是这方面都是一个不太现实的 不太现实的东西 所以说加油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 更多的人加入到阿塞的粉丝团 那你们就是能够看到好景 也能在家中享受到张家界的美食 张家界好吃好玩的 照比人在家中做仅从天上来 形容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你们和此时此刻的我 你们人在家中做啊 仅就从天上带给你们了 感谢步步登高的点赞哦 谢谢 辛苦了 感谢小米的关注哦 谢谢 这个这个云台不听话呀 不客气啊 不客气呢 你们喜欢是我最大的动力呀 就怕大家不喜欢啊 就怕大家突然来一句这是个啥 这是个啥 欢迎皮皮奶奶欢迎你们 欢迎小花 4月4月是旺季吗 4月算是想旺季了啊 算是想旺季了 我从今天的人流感受到了就是旺季可能要提侠了 我从今天 今天的感受啊 今天的感受我感觉的旺季在提前 给大家手举高一点看一下 今天直播间人很少啊 是的 今天 没有刚开播啊 啊 就是没有刚开播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很正常的 人少这个是 都是每个主播都要经历过的 人为什么会变少呢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粉丝本来就没多少 本来就没多少抖音爸爸不爱我了 所以说就没给我推流量了 所以说就是流量就会有所下降 一点可能就是 多的时候有百来个人 少的时候就是三四十人 二十多个人左右了 对不对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多坚持 多坚持更多的粉丝 更多喜欢你的粉丝 然后他们才会一直守护你 抖音爸爸看到你的坚持 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流量 所以说每天给你们带来好风景呢 也是希望就是你们能够 随时回到直播间 用这些美景来疏散你们 愉不愉快的心情 如果你们本身就很开心 那么看到这里的景色就会更加开心了 感谢各位的点赞 感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 感谢 感谢松姐 一松 这个是一松吧 感谢一松送来的小猩猩 谢谢 带小孩子去方便吗 然后这位哲哲和米粒的妈咪 这位朋友呢 带小孩子是非常方便的 为什么 给你们镜头晃动一下 看看 百龙电梯啊 这就是百龙电梯的上行中道 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任何山头都有这种锁道 或者电梯 带你们能够直接吐入到这个山顶的位置 在山顶的游完的时候呢 它的游完战道也是非常平缓的 并不会有高低很大的起伏 然后每个山头都会有这个环保车 带你们就是前往另外一个山头 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走很长的路段 你们过来玩呢 可能行走的时间就是用来游览观光 知道吗 所以说呢 就是你们不用担心过来爬山会很累 或者说带老人小孩不太方便 大家尽管放心 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游览的是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里山好水好空气质量好 所以说大家来到这里呢 就是可以当做休闲度假 休闲度假 就是过来旅行过来享受的 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给你们带来的证据 视觉震撼 来给你们带来心灵上的享受 这还有多大了 那就好现在多少度了 雨季过去了吗 雨季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雨季可能要等到4月中下旬的时候才会结束 然后现在晴天的温度呢 能够达到20多度 下雨天能够达到10多度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冷 感谢王姐送来的大啤酒 谢谢 小宝宝一岁有点小 那就是全程可能就是你们要自己抱在怀里 或者说放在婴儿车里 就是可能要这样去行走 就是带一个那种便携式的婴儿车 还行 如果就是可以呢 就是不上山顶玩 就是可以来到 来到我们哪里 来到我们金边溪峡谷 或者说去十里画廊峡谷 然后呢或者去天门山 或者去这种比较平缓的地带 张家界这座大山呢上来之后啊 这是游玩的战道呢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窄小了一点点 但是呢也没多大问题 就看你们抱小孩累不累啊 累不累 一岁就要带着小宝宝来过来 我们张家界做客了 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我还以为就是 小小孩子会有几岁了 才会大家才会带着出来玩呢 一岁的小宝宝就是 坐车的话怕他头晕啊 就是我们这里的环保车 在这个山里面 开的都挺快的 实在太想去啊 那我还能说啥呢 欢迎啊 那我还能说啥 欢迎你 我在张家界欢迎你们的到来 感谢温柔永远的点赞 谢谢 您都这样说了 我还好意思拒绝你吗 我都不好意思 在说拒绝的话 欢迎 欢迎迎小而过 欢迎你们 张家界好玩吗 没去过 一直想去就是坐不了大巴晕 嗯大巴车呢 就是 可能没在景区里面 签约的时候车程就是 大约都是半个小时到 一个小时左右啊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呢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能接受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啊 我有多大问题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不会有这么长 因为每个山头的话 签约可能也就是 三十分钟的一个车程 然后就是如果直接直奔终点站的话 那可能就是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左右 而且就是你们乘坐这个环保车 尽量往后排坐啊 就是坐车往后排坐的话 就是晕车的效果可能会减轻一点 就是现在不是也有晕车药吗 对不对 买一点晕车药 就是大家就是放在背包里面 从西江坐过去要七个小时晕了 那为什么不坐高铁或者说坐飞机呢 坐飞机和高铁多好呢 对不对 飞机高铁的话能够就是更节省时间啊 你和七个小时是自驾的这个 自驾的车程吗 太好玩了 姐我想拍你 我也是要吗 你别点更好看吧 给大家怀药一周啊 大家如果想要录屏的朋友啊 请录个屏 获取七个小时 旅游团呢 你是那种旅游团的话就是 从你们江西那边开大巴车 直接开到我们湖南吗 开到我们湖南张家界吗 您可以就是到了当地 到了当地在参加旅行团呢 为什么要从你们江西 坐这个大巴车过来呢 是不是 你从你从你们江西出发到 当家界跟当地的团也是可以的呀 欢迎玫瑰心啊 欢迎你们 对不对 这样的话那起本是就方便多了 是吧 到时候小米你要是来的话 你给我提前打个招呼啊 这是阿财这边给你安排的 妥妥当当的啊 你看你都还不加入阿财的粉丝团 是不是 你都不加入阿财的粉丝团 怎么知道到时候是你呢 抖音名字那么多重复的 那时候来了个小米我也笑 你啥说来啊 老大懵懵懵的说 你说啥 是不是 这是怎么景点呢 这里是四十八大将军岩 这里呢是将军列队啊 将军列队 是我们原家界山顶的景色 这里欣赏到的是我们张家界三千奇峰啊 这里的石峰 也就是我们张家界能够成为 赤密地 世界的旅游圣地的一个原因 就是呈现给你们 因这种地势地貌呢 就是独一无二心 就是在我们湖南 在我们中国 甚至方言整个世界 就只有我们张家界才有啊 感谢叶叶巴 叶叶巴巴的关注啊 叶叶巴巴这个是不是我们湖南老乡啊 这个名字 这个名 这个名字的话感觉是我们这里的 儿化音的念法 念法 感谢小米哦 谢谢 谢谢小路的阿杉的粉丝团 谢谢哦 有逆光 我看的话都很逆啊 咋了 生理和老龙说咋了 什么咋了 没有听懂啊 没有听懂你这句话 为什么咋了呢 来我们这里呢 就是主要要打卡的景点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个 其他景点 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 想体验刺激一点的 那么玻璃桥 也蛮适合大家的啊 这是想体验刺激啊 这是那两个词不能提啊 不能提 这是大家应该明白玻璃桥上面有什么啊 玻璃桥上面有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镜头举高一点啊 景色会更好看一点 还有没有就是三月份和四月份要过来的朋友啊 有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给大家提供一下功率啊 有的朋友呢 就在公币上抠个音 这是打算三月份四月份来的朋友 下次大高铁的长沙再找旅行社 全车去张家姐也要几个小时 是的 从张家姐到长沙也是有高铁的呢 你说你小米啊 你不想一场搞太黑 对 我想一场搞太黑 我觉得好累啊 那你准备下午去哪里工啊 谢谢吧我的点赞 嗯 还在这 还在这 就等于说你在这休息会待会再播 好 我去吃饭泡面 去吧 你去 我不去 你一直播到下午 四点多 下午 小米不是我说啊 这是你刚刚啊 刚刚就是你说的这句话 我就特别特别的特别的 我这么给你暗示啊 这么给你暗示呢 你就不能找阿财吗 你就非得要到长沙吗 这里有游人吗 没有游人啊 是我的一个朋友啊 他也在这里在播着呢 这我一个朋友 这里没有游客啊 你们听到这里很安静吗 这里很安静啊 你们没有看到吗 如果就是现在如果要有游客的话 那这边全都是 大爷大妈 我们中国主力军啊 旅游主力军 你们看一下的周边 一个人都没有啊 一个人都没有 这后面都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